另外一项的司法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是联邦司法部今天表示 美国著名连锁中式餐厅Panda Express熊猫快餐的母公司熊猫餐饮集团 同意支付4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还有出资20万美元来建立欠薪基金 来解决它被控歧视非美国雇员的诉讼案 联邦司法部指出 熊猫餐厅集团要求持绿卡的合法永久居民雇员 在绿卡到期之后再次提供工作许可证明 而对于美国公民员工则是没有这些要求 同时熊猫餐厅集团还要求非美国公民员工 提供他们的移民文件来证明他们可以合法工作 即使他们以前已经证明过了 联邦司法部认为 熊猫餐厅集团违反了美国移民与国籍法 而熊猫餐厅集团的发言人Diam Ho则是回应表示 他们仍坚持没有歧视员工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们已经跟联邦司法部达成了和解 一起解决该问题 以便把时间跟资源放在支持他们的员工身上 Diam Ho还指出 即使在达成和解之前 他们就已经制定了额外的系统跟培训 来处理员工工作授权验证的流程 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找到